嗯 又是心中感痛悲 甚至先去料理起 讓我抽到你 熱戀的手臂 為著我再賺刺狗匪 人海重衰顛輩流離 但你應許不捨不棄 都靠你時在好的福氣 原來有著你才靜這生的美 請坐 以賽亞書五十三章二節六節 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亂牙 像根出於乾地 他無佳形美容 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也無美貌 使我們羨慕他 他被藐視被人嫌棄多受痛苦 常經憂患 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 我們也不尊重他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 背負我們的痛苦 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 被神擊打苦待了 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 為我們的罪孽壓傷 因他受的認罰我們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 我們都如揚走迷各人偏行幾路 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 這位就是我們所講的耶穌 耶穌基督 我們接著唱一首 那加利利人耶穌 祭壇 祁祝福 祭壇 祁祭大聖 祭壇 祁祀 祭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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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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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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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有啊你愿否永远爱他 何时我当困有自唱 请接受他为你的教终 那可你你愿意想 接着这首是主弱士 主是什么呢?我们又是什么呢? 请大家一路唱思想里面的意思 主要是玫瑰一步 我走是路牵一遍 如如我深深相亦当 坚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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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 任奔思光复暖月月 梦更复赐赐相见 如有是玫瑰一步步 我走是路牵一遍 主要是玫瑰一步 你愿意想我挑一漳 架声更唱 唱一架神调清歌 如有我自唱离荒 我心灵药莫奄万海 主有是一首试痴皮 我就是爱的荣誉 我若是冷藥冰沙 主就是冬日太阳 他已清十家大我爱 感动我这些心脏 我愿我愿意继续 只流浪护着我爱 我若是冷藥冰沙 主就是冬日太阳 我若是一片荒地 主就是冬日太阳 他人天灰烟下保护 只愿我感慨的心 我愿意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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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你的面前 按着你的心意 多方的祷告祈求 我们会见到 祝你的工作继续进行 我们会见到你的应许 不断的实现 天父我们 有一次献上感恩 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再一次聚集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为到 我们教会来向你仰望 在暑期过去之后 我们再一次开始 很多不同的聚集的时候 求祝再一次 带领我们弟兄姊妹 让我们享受 在你里面的爱 让我们在当中 享受你给我们的带领 也向我们各样的服侍 在各样的接触 团契里面 求祝再一次 兴奉我们的心 好像诗哥说 我们需要你的滋润 需要你再一次去激动我们 叫我们心里面是火热 去为到你自己 为到你关心的事情 关心的人 我们去摆上 祝我们纪念到 当中 我们身体特别有软弱需要 祝我们特别纪念菲林 祝你继续去带领他 新的疗情 开始再一次 继续去有化热的过程 求祝你 给他从你里面得力 从他里面得着平安 得着你 要似给我们 超现的喜乐 是你的喜乐 叫我们同样 体会到的时候 我们涌出你的喜乐 就是我们自己也有喜乐 求祝你亲自带领我们 带领他在我们的心灵当中 我们怎样可以 一起和他一起 度过这个艰难的时间 让他在当中体会 有你 也有弟兄姊妹当中 一同的去走过 他的家人也在当中陪伴着 求祝你特别加力给 Yen和他的两个儿女 看到他们都是非常乖 地常常去支持住 默默地支持住 爸爸的过程 祝我们都愿意你 让他们经历更深的连结 更深的体会 你的爱在他们家庭当中 我愿意你帮助 让你超现的作为 你的旨意向他身上成就 能够叫我们 看到 惊讶你的作为 给你成为 你的美好的见证 天父我们也都 纪念到Bill 我们感谢你 带领他回到我们当中 我们看到他 仍然是一样 没有改变 我们感谢你 保守了他 在芝加哥的地方 我们纪念Peggy 在香港各样的生活 求祝你带领他 在这个过程里面 和家人有美好的相聚 也要安慰他的心 天父我们也求祝你带领 天父我们再一次 为到我们整个所在的地方 我们美国 求祝你继续带领 仍然很多的政治的斗争 政治的各样的事情 祝我们再一次 也都同心的仰望 在未来十一月 我们有不同的选举 我们再一次 愿意来使用我们 弟兄姊妹 使用我们很多的 爱你的国家的人 我们在当中 可以去参与在当中 主要我们不忽略 我们能够做的 让祝你给我们 在当中 看到祝你的工作 你的成就 超过我们 能够所求所上 继续为在上的讨告 因为你吩咐我们 要为祂祈祷 以至祂能够觉察 神你是一切权柄的源头 祂能晓得 去敬畏祢 以至祂能够去作 不同的选择的时候 祂能有你 在当中作为祂的指引 祂能考虑到 以人 你所爱的国民 的利益为二贵 我们求祝你再次 带领祂能够 向当中 能够让公义 能够向他们当中彰显 求祂你亲自带领我们 来帮助我们 祂能够再一次 把今天我们一起的敬拜 交往祂手中 完全带领我们 让我们敬拜祂 让祂体会神 你临在我们当中 亲自对我们的说话 感谢祂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顶占好吗 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思想的题目 你说这个题目好像不对 作给他更大的事 好像没有这么说 这个是 我就变了它少少 经文里面是 比者更大的事 但是我们就把它改变少少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今天的经文 是样福音第十四章 一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 一二三 你们心里必要忧愁 你们信神也当信我 在我父的家里 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事 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我往那里去 你们知道 那条道 你们也知道 当我马对他说 主呀 我们不知道 你往那里去 怎样知道 那条路呢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 那里去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腓力对他说 求主将父 显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耶稣对他说 腓力 我与你们同在者 么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叫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 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们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即或不信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 信我 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叫父恩而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 求什么 我必成就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 在你的话语的时候 极丰富的话语 是助你离开地上之前 对门徒所说 亦都是今天 我们对我们每个人 都非常有重要的意义 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的话语 就是真理 是帮助我们 愿主你的话语 今天 进入我们的心田当中 去帮助我们 明白你的心墙 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看过PASSION PASSION 秀蘭曲 是以前的恩典团契 他们那次播过一次 我想很多年前 他在电影院公映的时候 我都去看过 当电影开始的时候 当大家pupcorn 很吵 但一电影开始的时候 整个会场都很安静 一直看的时候 听到很多不同的 一些小小的祈祷 感谢的声音 这个电影 是很多美信的人都进去看 他们对他们生命有影响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 报道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 美国人 他杀了他的太太 后来他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就被圣灵感动 于是他看完电影之后 他就去自首 去自首 然后当然判刑 这个电影是Mail Given 他所做的 非常之有意思 将当时耶稣最后的十二个 钟头的时间 发生的事 尽量将他具体化 就是说很残忍 这个就是当时的情况 很多实际的情况 当然有些我们都不能够可以直接的看到 所以有些都未必是完全的全部真实的表露出来 但那个真实是这样 所以这个PASSION 这个PASSION PASSION 这个字呢 就是在圣经 在这个字典里面 当然 有特别描述到耶稣基督 这个受难 那时候叫PASSION 但其实意思就是有激情 热情 一种强烈的情感 更加是为到某一些特别的事情 所以耶稣受难也是为到一个很重要的目的PASSION 所以对我们来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PASSION 我们知道有一个PASSION的时候 就一定会做一些为到这个PASSION的事情去摆上 非常之重要 那我们活在地上为了什么呢 有没有想过 经常问这个大问题 我们不想它了 继续在那里 每日生活吧 滚吧 早上起床 直早餐 做什么 看报纸 上班 接着娱乐 照顾小孩 忙碌碌碌 晚上睡觉 又来了 第二天又来了 不管了 总之就是这样 总之有两餐 是否这样我们活呢 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真正活的目的 那样东西成为我们的PASSION的时候 应该就不一样 基督徒应该更加知道 基督徒应该更加知道 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就是和神有一个关系 我们有和神之间的关系 也有祂和我们的关系的接触 更加认识祂 所以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 我们是谁 我们应该地上要为了怎样 我们都为了祂在地上的生命的计划 我们去有一个PASSION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PASSION 真是很可憐地一直滚下去 滚完一个一生 到有时发生的时候 又为了那些事去担忧 注目那些事情 这样过去 但是有PASSION的人就不同 继续不会MISS 尽量保持MISS 主要生活的重要 那在未来的几次 我们在今年到12月到1月 还有几次的和大家分享 顺利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 我们就去思想一下 这个14章 要向福音14章到17章 里面大概我也有 七八次的内容 其实这14到17章 表明了耶稣基督的PASSION 当祂上十字架之前 祂对门徒说的很重要的说话 只是记者在楊福音里面 特别详细 很有意思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耶稣在世上 祂有几大段重要的讲话 是很重要的 在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 登山宝佛 对于我们基督徒在地上 如何生活 在神的觉的观念里面生活 在14章17章 讲到耶稣离开世界之前 对他们门徒 他们要关心的事情 去重新一个 去调整 和告诉他们将来 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怎么样 就是一个 讲到圣灵 讲到很重要的东西 还有一段 就是马太福音24-25章 讲到将来 世界结束的时候 他再回来的时候的事情 这三段都是很重要的 对我来说 我想去思想下 这个14到17章 当时如果看回13章 我以前也看过13章 在德国的时候 我坐在你左边右边 妈妈也出马 第二个经文 说到妈妈也出马 去帮口 帮手 门徒去增大 当你增大之后 于是他们 等等13章 你不见到他们都不理了 什么都不理了 大家 因为增大的缘故 大家都面了 所以洗脚 这么重要的事情 互相服侍 都不理了 耶稣都没有人洗脚 所以13章讲到耶稣 去服侍他们 为他们洗脚 更加对他们 开始讲到生命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是什么 你们生命面对的 未来的事情 是怎么样 是给他们很多 确据和安慰 今天我们说 比他做更大的事 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在耶稣Focus的14章里面 我将它Focus 成为一个最主要 一个我们要思想的重点 14章里面 其实如果看回14章 我刚才读了17节 但是其实整章 你读的时候 非常之感动 你想到当时的情景 当时的情景 有七个很重要的确据 有七个确据 耶稣讲到七样事情 那里面 中文圣经里面 都用药 用药字来 带出来 当然这个药字 在原文里面 有 原文希腊文 有几个药 有不同的情况 几个case 但这个 无论是用哪个字 哪个case 的情况 在这里里面 这几个药都是 很肯定的 很多 很主要的 四样很重要的 你确据 告诉我 基图生命 应该是一个 怎样的生命 基图生命 是一个 怎样的生命 是一个药的生命 第一 认识神的话语 真实 第二节 在我的父家里 有许多的住处 如果没有 若是没有 我就早告诉你 知了 我去原事为你们 预备地方 这个 若果无 即是说有 我就早告诉你 表示强调一件事 就是耶稣基督的话 真实性 这个 对基督台来说 很重要 我们追求的是真 神所说的话 是真实的 是真理 这个我们一再强调 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个 在我读神河里面 其中一个 最大的得着 就是 掌握到这个 这个 我再强调 我们是在找真 真是最基本的 有真 才有 对和错 才搞定了 对和错 有对和错 有对和错 继续再下去 有真 对和错 跟着才有好和坏 次序是这样下去的 核心是真和假 假就当然不好 有时我们误会了 以为真 都有这样的情况 但如果名次是假 然后继续去说 继续去做 那就是被蒙蔽了 撒旦就是做这些 假 我看到一个视频 假的米 我看到这个视频 用一些塑膠 蒸个器 长长的 然后咳咳咳咳咳 咳咳咳咳 一手拿来 好像米 完全一粒粒 哇 多恐怖 感谢主 我们没有吃这些米 煮出来一坨 我们说 我煮得太烂 比较多 其实不是 是胶 哇 危险 什么都可以假 假就是为了一些目的 是吧 不好的 出自邪恶的 是吧 哎 没电了 哎 说这些东西 他不让我说了 哇 圣经的真理 是真的 这个很重要 创造 不是进化的 有洪水 很多很多 耶稣讲过的东西 和旧夜里面很多 互相对照 你发觉 耶稣讲的 很多我们今天 在很多人 疑问里面 继续在争拗的 耶稣讲过了 耶稣 他一生 按照旧夜的预言 他的死 埋葬 并复活生天 全部是真实的 历史的事实 更加是 他会回来 是未发生的事情 既然是过去的 全部真实 他再回来 一定会 真实 我期待着 所以这些不是一些奇想 不是一些假设 不是一些人的想法 苍世记里面 那些是一个文学作品 他文学作品 所以这样写 不是历史的事实 有人这样说 我听到神学院里面 这样说 这样教导 这个是完全 违背了真的事情 因为发生过就是发生过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住我 我无人能到腐拿下去 他就是那条路 真理 亦都是生命 亦都是去到神那里 唯一的道路 不是我们说的 经常被人批评 我们 为什么这么霸道 只是你那些宗教 才是耶稣说的 我们就照耶稣所说的 亦都我们相信 相信他说的是真实 他说的都是真实的 他是真实 所以我们信 不是我们信的 他就变成真实 有时候很多人 亦都遇到一些人 这样说 你信就有 信没有就没有 我们从来不是这样 如果没有 我们信就是欺骗自己 他所说的 亦都要因着 他是哪个更加成为真实 我就是 我是 杨宽有没有七个 我是 都是 旧约里面 神说 我是 我是 I am 所以代表着 他是神 神的时候 他将神的话语 神的意思 直接来到地上 去和我们去 说明 亲自去 活然在我们面前 非常之真实 所以他的真实 让我们知道 我们要预备 他讲到真实 里面包含了 我们未来 整个世界的进程 和我们未来 会如何 我们知道 未来有另外一个人生 不是死了 便没有 我们会见到他 我们会面对他 所以我们要预备 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是否在预备 正在预备 正在预备 我们的未来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我们常常 我们明白 读书为了好成绩 然后最后要有功名 那我们去预备 我们知道这些预备 都明白 但是我们人生 那么重要的生命 那么短的 一瞬之间 就没有的 或者不能够掌握到的 我们为什么不去预备 我知道后面会这样 无论有没有之后 短暂没有了之后 仍然后面有一个 是一定会发生的 那么我应该为 那样东西去预备 要去预备 这个是我们必需要 去排开那些 平时很忙碌 很多思想 很多令我们 忘记这样东西的事情 去想好 很清楚 想定了 然后下一个决心 我们要这样去生活 重新调整一下 如果没有 我就早告诉你们 这个第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基督徒 一定不同 其他人 我们相信 知道 耶稣说的 真实 第二个呢 是什么呢 有确定的未来 这个确定的未来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 就必在来接你们 到我那里 我在那里 你们也在那里 有一个未来 这个未来就是 我们和神会在一起 而且祂会来接我们 祂必定会再回来 这是一个确定的未来 无论我们信哪些的末世伦 但我们怎么知道 一定是祂会回来 一定会回来 而且一定会 最后的结局就是 信祂的人 和祂在一起 祂在哪里 我们在哪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确定 我们基督徒 就有一个这样的确定 知道我们 无论发生什么事 没有重要 这个对比在未来 不要紧 这些没有了 不要紧 因为我确定未来 有这样 所以又不同了 有很多看法 又可以放下 未来必定要成就的事 就是主一定会再来 我们会和祂在一起 这是很激励我们 无论好像世界都要倒下 我们在末世的预言里面 说到天翻地覆 宇宙都变色 这些都是会发生 但是主一定会回来 确定在未来 于是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要怎么混乱 都是一步一步朝向 这个高潮主在回来的日子 是在预备着祂回来 更加没有东西可以拦阻祂回来 没有东西会改变祂回来 一切都在祂手里面 我们看到现在 很多混乱 很多争拗 不要紧要 不要离开 主一定会回来 一定会回来 祂最后都是做王 不是世上哪个元首做王 第三 借着耶稣就可以认识神 我们是一个认识天父的人 一个群体 你们若认识我 就认识我的父 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 我在父那里 父在我里面 你们若认识我 耶稣说 你看到我 就看到父 人是要求眼见的事实 所以要问 那我如何 你将耶稣显给我看 是不是 可见的事实 是人常常想见的 但是 真是有可见的事实 就是耶稣基督 耶稣说 你见到我 就见到天父 只有父的坏里面的独生子 将祂表明出来 神将祂自己活活地活现 在地上 耶稣说 我就是神 我就是天父的一个彰显 他见到我 我就见到父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叫徒印 必定我认识我的天父 我知道我的父是谁 第四个是 讨告得蒙英勇的生活 是吧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甚麽 我必成就 叫父恩而止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甚麽 就必成就 若 你如果不求 不奉我的名 就没有办法见到成就 奉我的名 无论求甚麽 就必成就 我实实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 信的人有作 并且要做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这个是前面说的 奉我的名 无论求甚麽 包括了各样更大的事 奉我的名 奉我的名是什麽意思 祂的心意 不是照我的心意 奉着祂的权柄 奉着神的权柄 神有各样的丰富 现在我奉着祂的名 去拿祂的丰富 就可以了 不是奉我自己的意思 我没有份 没有办法拿 什么都是靠神 照祂的意思更加是 耶稣说 不要求我的意思 不要有我们自己的意思 叫父 因而子得荣耀 荣耀神的 奉主的名是荣耀神的 当我们说 我要求这些东西的时候 究竟是否 神得荣耀 还是人得荣耀 还是其他什么得荣耀 我所做的 必定要成就 更加做更大的事 你们要做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怎样 不再有时空限制 耶稣超越了 当时地域的时空 在地上的对门徒 行神职 在那个地方 但现在超越的时空 在天上 透过天上大祭司的职份 成就每一样 我们按照祂指以 所祈求的事情 成就祂的心意 第五 第五到第七 是三个药 里面都和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爱和遵守 祂的命令 是有关系 所以这三个 都是有关联的 所以第五个 因为爱 就是遵守神的志 一个基督徒 是什么事 基督徒就是因为爱 而去遵守神的命令 的一个人 不是因为牧师说 因为那个人说 父母说 因为有益处 是因为爱神的缘故 刚才我开始唱的诗歌 爱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命令 有你我命令 就遵守 这个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必蒙我父 我也要爱他 并且向他显现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爱遵守 信而信服 爱和遵守 所以做的动机是什么 出于爱 还是出于遵守 有时候我们有些好的东西 神话 神的说话 我们都遵守 但是单单出于遵守 未够 我们出于爱 才是神最体重的 出于爱 如果你要的儿子 帮你做一些东西 他是出于遵守 都很乖 很乖 但是他出于爱 你没有叫他 他都会看到 爸爸喜欢这样 爸爸什么 他帮你做 很开心 洗碗也是这样 有太太说 洗碗 我就不洗 很挣扎 但是有时候 他不叫我洗 我就出于想 我就去做 他就很开心 他学会了 不再说 不再叫 就在那里 到那里 就有人洗 这个是爱的动机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弱 这个弱 不是一个 所以在乎我们 为什么用弱 这个是一个 可能会不发生的 这个爱 如果没有爱 或者没有遵守 可能因为我们人的缘故 就不发生 但是神很想给我们一个 这么重要的基督徒 应该是有这样的生命 遵守神的生命 但是假如我们不愿意 就不出于爱 就算做了很多行动 也不太用 第六个 是经历神的 经历神和经历神的契合 如果有爱和遵守之后 这个当然 我要向他显然 有爱我的我父必爱他 我也要爱他 便向他显然 人若爱我 我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 去与他同在 住住 这个不是说未来 是说在日常生活里面 现在 不是耶稣再来之后 我们和他同在 是说present 我们一直到耶稣回来之前 我们在地上的时候 祂都可以向我们显然 和我们同住 祂的present 就是我们的祝福 祂的同在就完成了 神要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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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个很重要的 经历神和与神契合的 一个人生 我要求父更要另外次给你们 一位保卫师 叫他永远跟你同在 因为他常与你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到那日你们就知道 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里面 在说什么 在说这种同在 这种经历是恩主 圣灵 耶稣离开之后 祂说 神要再赐给你 一位圣灵 永远和你同在 常与你们同在 永远更加是常与你同在 更加是住在你的里面 什么时候发生 当那日 你们就知道 五秦节之后 圣灵 运行开始进入每一个信 他的人当作 救药里面 不是 五秦节之前都不是 圣灵开始的工作 耶稣升天 五秦节降临 圣灵按照神的时间 在那个时间降临 于是 住在每个信耶稣的人生里面 这个同在 经历神的契入 恩主圣灵 第七个 恩主爱和遵守 我们他必离开 并且 但我们却有 喜乐平安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所赐 不是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亦都不要胆怯 你们听见我 对你说 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 你们若爱我 因我到腐那里去 就必喜乐 有没有想过 有时我们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会 好像 如果你想回 以前 现在好像没有了 我真的很爱他的时候 我就 什么都想想 他喜欢什么 他做什么 我很想他开心 就是这样 耶稣说 我一定要走 我走也对你有好处 因为圣灵要来 神的心意就是 赐给你一个欲心 圣灵在你里面 很大的就是新药的应许 就是一个新的药 人是这样才能经历到神 但我要走 而且我去回父那里 所以你们要起落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了 我离开 有这个更大的事情会发生 应该是起落 所以不是忧愁 所以有时我们信耶稣 都是有忧愁的 遇到很多事 很多事发生的时候 于是我们就要来到神面前 哎呀神啊 究竟你的心意怎么样 神啊 你究竟 在这个情况里面 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做 如果你真的掌握到 应该怎么做的时候 可能你 神的心意是这样 于是你应该怎么 起落 起落不是一个感觉 那么简单 是一个态度 首先从态度开始 从你的思想 态度 我于是要这样去思想 当你扭转这个思想的时候 于是就有那种情感的快乐 或者那种经历出现 那种平安亦都出现 神的真实的喜乐 平安可以流通 流下来 如果不是我们有些事情 阻止我们自己 我不想 我不愿意 我不想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阻止了 这个平安起落 耶稣说 如果你真是基督徒 你真是这样的时候 你爱和遵守我命令的时候 你愿意 我愿意放下 听你说 于是你就会这样 所以平安起落 这是基督徒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 如何才能有这样的影响 比这做更大的事 我们不是要自己大一点 他必兴旺 我必须微 如果你刚才明白 基督徒的生命 是这样的七个弱的时候 他必兴旺 我必须微 但是如何真实有这种生命呢 刚才的经文里面 十四章 我们有看到几样东西 第一 我实实就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 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用父那里去 信的人也要做 搞乱天下 如果你真的信耶稣 耶稣有很多事 在这个世界不同 于是你去照着耶稣 所做的去做 也都照着耶稣去生活 耶稣在地上传福音 帮人去关心人 去教导人 讲到天国的福音 讲到各样的事情 实际的爱 去帮助人 做人的好沦舍 会搞乱天下 很多人不喜欢 更加信的人 会做给自己更大的事 我们怎么会做到 比耶稣更大 但其实是耶稣做的 如果有神迹其事 是耶稣在天上 应允我们的祷告而成 但我们超越了耶稣当时的地域 凡是信的人 无论什么地方里面 能够去见到成就 当时耶稣要地上 要成就的事 都继续进行 所以更加大 更加大 因为我往腹那里去 耶稣在天上 接受我们每一个的 真实的 按照祂指引的祈求 祂要成就这些事情 我必成就 所以第一个是什么 信靠神和耶稣 如果你真的要有 这么大的影响 我们要这样影响的时候 我们要信靠神和耶稣 你们心里 不要忧愁 你们信神 也都要信我 你当信我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都要做 你信不信 你信耶稣 我信祂 更加祂说 你要做比我更大的事 我做的事 你都要做 有时我们信耶稣 信耶稣 但其他我做我的事情 如全 信靠神 将我们人生和永恆 连结在一起 好似大家坐着 哇 香味坐得多舒服 祂把椅子 整个身上饿下去 不怕跌了吗 很稳定 因为你依靠椅子 我记得那时 我在泰国 去一个短孙的时候 我去骑大将 有没有骑过大将 骑上大将 跟着走一个圈 我都没坐定 那个人就开始走 那时我都没坐定 那时很辛苦 整个路程 我最辛苦不是享受 当然 坐大将上面 一定跌下跌下 但很辛苦 脚要顶住 因为我再不顶住 就跌了 多辛苦 所以 信靠神就是这样 我们要将我所有一切 完全 人生一切 所有东西 交给神 有我遇到什么 耶稣怎么办 是吧 我未来一切 神要派我们管理 最少肯定在千禧连国里面 我没有千禧连国 另外说 在千禧连国里面 你要帮手管理 地上很多人还没死过 你就要继续教他们 你是一个灵体 地上 教导他们 我们要听神说 耶稣在做王 但我们要预备 我们要预备 如何去教导 如何去认识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哪个 王是哪样 神的心 现在就要预备 现在就要预备 所以耶稣是不是我们的靠山 耶稣是不是我们的靠山 我信祂 我靠祂 这是第一样 我们能够产生这种 比其做更大的事的一个 一个关键 越紧靠就越好了 炸到紧紧 我一生都在学紧靠耶稣 不要靠自己 不要靠其他人 不要靠其他东西 第二个就是 让耶稣介入你的生命里面 你看这些门徒问 多玛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去哪里 肥力说 求主将福显给我看 我们就知足了 犹大说 主啊 为何你向我们显移 不向世人显移 耶稣究竟怎样 耶稣是怎样 耶稣究竟现在怎样 耶稣有没有介入我们的生命 我们有没有让耶稣 介入我们的生命 你决定耶稣有没有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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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决定 耶稣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 是活活地和我们一起 这个是产生影响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耶稣不是研究的对象 耶稣是真实的活过 而且祂是来到地上的神 跟我们说 我看过一个 有一次我听电台的广播 有一个人打电话去 他说 哎呀我是一个餐馆的员工 我常常都说God bless you 对那些客人 于是他们的客人很开心 但有一次老板知道 他说 你不可以再说God bless you 所以我就不说了 于是有一次客人来到 我又不说God bless you 他就说 为什么你不说God bless you 为什么不神祝福你 因为老板不让 于是客人就投诉 为什么你不让他说God bless you 结果老板生气上来炒了他 所以他打电话 怎么办 他这样炒了我 因为这样的原故炒了我 电台那里有法律顾问 他说 我来陪你打官司 因为有一个这样的案子 可以打赢 现在不是经常打官司 打官司 耶稣不是研究对象 是真实的 所以他说 为什么可以打赢 因为这些美国 只是单单说Culture 美国Culture 整天说God bless you 你不可以说 违反美国Culture 这样都可以打赢 那你说 这个研究的对象 如果我们常常都想着 耶稣去想一下 耶稣是怎么样 礼拜日来想一下 耶稣做什么 然后回家又完全 耶稣跟我没有关系 那就是 一直都是这样的 因为耶稣是你研究的对象 在象牙塔里面去研究 实际上 耶稣没有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 第三 要顺从圣灵而行 你刚才说圣灵 神似保卫斯 真理的圣灵 祂永远和你同在 更加 祂要将一切的事 指教你们 当时耶稣对门头说 圣灵要指教你一切的事情 即是引导他们 告诉他们 更加要 叫你想起 因为圣灵 我们对你说的一切话 于是因为这样 他们以后就默示 圣灵默示他们 他们就写了现在的圣经 所以对我来说的应用就是 神会透过祂的话语 去引导我们 更加祂会 叫我们常常想起 圣灵 所以是灵修 现在我今天在这里好好安静 今天醒了一日 我怎么样生活呢 神啊 祢指引我 或者我现在遇到什么情况 神就在当中和我们说话 所以圣灵是基督徒得性的生命的关键 如果你说基督徒最重要是什么 你有没有信从圣灵 一再要强调 圣灵是我们生命的唯一得性的秘诀 是神赐给我们的生命的同在的 很重要关键 如果你真的基督徒要跟他说什么 一定要说给他听圣灵 如果他不明白圣灵 所以你说有个人信了主 跟着又祈祷读经 那样 但有一样东西不说呢 有很多初信造就是不说的 圣灵 我们教会都很少说 圣灵和圣灵充满 怎样随从圣灵而行 掌握到这个之后 他才有一个 开始自己会 有圣灵 同在的生命 他才会成长 要不然一直停在那里 读经祈祷 没有 因为他全部都是 在做一个动作 没有按照圣灵来而行 不要怕圣灵 圣经讲的 耶稣讲真理的圣灵 他真理的圣灵来 我们遲些会看到第十六章 也都讲到圣灵 他有一些很重要的工作 第四个 刚才一直强调 那么多个药 里面有三个药 和这一个有关系 你若爱我 便必遵守我的命令 如果我们真的要有这种影响 我们应该按照神的意思而行 亦都去实践神的意思 知道祂的意思 去行祂的意思 而当中是因为一个好的动机 爱的动机 这个讲得很严重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便必遵守我的道 我的父亦都必爱他 有结果 不爱我的人 便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的道 不是我的 乃是差我来的父说的 耶稣强调这些说话 不是我说的 是神意思 神要我来 就是将祂的意思 显露出来 是神的意思 耶稣也是神 三位一体的神 你们所听的 差我来的父 所以具体表达的爱 真是爱 就是有一个 遵从 你真是爱神吗 我真是爱神 就是在乎 看到不看到我 遵不遵从神的意思 很多明显的意思 有些可能需要你去 衡量很多原则 才找出你的神的意思 但是很实在 就是我们有没有 实行神的意思 表达这个爱 最后一个 就是要警醒熟灵的争战 以后我不再与你们多说话 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 他在我里面是好无所有 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 并且父怎样 要去对抗 一个和神的意思相反的 一个世界的王 属灵的争战 提得见的世界 不单单是提得见的事情 在发生着这个世界的 很多事情的背后 一个不信的人 他都说 这个世界里面 是很明显地 有一个光明会在搞 来研究 因为他不讲神 但是有光明会 想控制这个世界 这是另外一个 不信的人说的 但我们相信 后面更加是有 撒旦光明会 最后拜的是撒旦 你相信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 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在圣灵和邪恶的势力 在那里斗争 我们在当中介乎基督 我究竟站在哪里 我记得在那时 在Toledo的时候 我太太记得 我们第一架车 就是我的 我的 梅夫送给我一架车 我很喜欢这架车 但有一天 我们那天 星期六 我们就在那里 准备好了 准备到港渡 于是第二天 开车 一开的时候 哇 车突然叫 嘟 又不能停 哇 嚇死我们 接着很害怕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 人家说 把电池拔掉 便不能叫 于是搞定 那天 发生什么事 那天很多事情 发生了 我们说 为何这么奇怪 车会叫 于是后来 下午再叫我太太 嘗嘗看 太太不同 嘗嘗 又是一样 我觉得他一样是这样 没办法 都是想拔电池 然后要修理 是吧 靠修理 更加有什么事情发生 修理 修理好了 那天 星期五就要拿车 15分钟 搞定来拿车 我准备去拿车 11点多 后来去到的时候 发觉 我的车被人撞了 收车的地方 在一个马路对面 收车 整个车 整个车 整好车 然后拍到外面 接着有个老人家 开车 在对面 开车 突然有个十多岁的女孩 不知为何 无端端撞她 于是她的车 就再撞过来 撞坏我的车 我的车 车门都凹了 我说 这么奇妙 这样也可以 如果我那时候 拿车坐正的司机位 又撞到正 哇 真是很大的事情 这些事情 很奇怪 当然 又保险 老师又保险 车这么够 不用收了 拿些钱就算了 大毛 你怎么办 找不到个人 总之保险 最后就给了钱 很奇怪 我们说 为什么 这些事情 为什么这么奇怪 原来那天 星期日 为什么这么特别呢 星期日 星期日 刚刚我们的教会 分两堂崇拜 哇 另外 我太太刚刚说 熟灵的争战 第一堂 当然不喜欢 两堂崇拜 多些人来参加教会 聚会 更加熟灵的争战 就是说 你小心这个撒旦 哇 当然不喜欢 我的体会是这样 不知道你信不信 你说 我不信这些 我是信科学的 不信这些 熟灵的争战 你要警醒 熟灵的争战 很多事情表面是这样 但实际后面有很多事情 所以 总结 因为我们有盛参 你愿意有这种影响 有没有 你愿意有这种影响 你看 我要给 这更大的事 更加是 给耶稣做更多 因为耶稣 会透过我们做更多 这个是爱的考验 刚才整个三个里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一个爱的考验 究竟我们是为祂 为祂所要成就的事 有没有这种 passion 是否我们的 passion 是否我们的目标 是否我们的目标 我们的 祂要做的 和祂要成就的事 是什么呢 就是你和我 因为祂透过我们去完成 完成神的心意 完成神的心意 亦是我们的生命 成就祂的心意 你记得吗 爱的考验 在洋风音 最后就有爱的考验 耶稣就问 彼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 记得吗 这些 圣经语文 这个这些 究竟是什么 可以是门徒 就是你给其他 你爱过那些门徒 多过爱我 或者那些鱼 可以是那些 这些包括那些鱼 但这些人说 不是 两个都不是 是这些包括我们自己里面 我们的全人 尽心尽性尽以尽力 你爱你的心 你的性 你的意志 你的力量 你这些全部 爱这些 不是爱我 爱那些多过爱我 这是一个爱的考验 你说我要成就 比更大的事 神要我这样做 神的心意是这样 但我做不到 因为什么 因为我有些事 爱那些 比爱耶稣更多 应用了 刚才的五点 我们是否信靠耶稣 还是信靠其他 信靠其他 我们抓住的靠山 是谁 我们经常敏虑到 耶稣在我们生活里面 我们的所是 我们的所行 是否考虑到 耶稣会如何回应 What will Jesus do 如果耶稣在这个情况里面 那耶稣会如何做 我与圣灵是朋友 还是叫祂担忧 常常都叫祂担忧 我是不是知道 和敏锐到神的命令 和应许 就是要多些读 我们是否信从圣灵 按照神的话语而来的感动 里面有感动 那天我又被感动了 我已经很厉害 很厉害 看不到一个伯母 很厉害 那天都很感动 一定要见一下他 于是我再去 晚上去谈他 原来他就需要我去谈他 于是有多谢菲利普 那时菲利普痛 给了一整疊 他说我没有用 这些药膏 药片 完全没有用 你拿去吧 我说我有时 都会给一些老人家 所以 带了几片给他 哇 他真的很感谢我 今天又感谢我 他有需要 刚刚要背脊 很痛 所以 顺从圣灵感动去做一些事情 不要紧要打差 我们日常的 routine 但是我们要做 神要我们做的事 我们是不是警醒 察觉这个属灵的争战呢 你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面对属灵的争战 如果我们真的要去按照 神的所说 你们要在地上 我回来之前 要成就更大 比我做更多的事情 更有影响的事情 我们需要 在神面前 这样去生活 按照祂的话 我们唱一首回应歌 《更生我心》 知道吗 我听了这首歌 一听我就很喜欢 《更生我心》 看看 看到吗 我们在欢 clicked 《更生我心》 让祝μο 让我能每天真美理名 再令我根深得慰 求主听我徒歌 用你话语引导我生 让我看述你生意 似我力量跨城 会有你爱不能改变 求你人令我的心 我愿若无你跨过 但你应许付着我保护我 在沙漠里你为我开关河 言输我过去的歌返 再让你话语藏于我心里 让软弱的手变鬼坚重 我当光强重新得力 在来你面前歌唱 再来一次 主更深我心 用你爱要管我力 让我能每天真美的命 再令我根深得慰 求主听我徒歌 用你话语引导我生 让我看述你生意 似我力量跨城 没有你爱不能改变 求你人令我的生命 我愿若无你跨过 但你应许付着我保护我 在沙漠里你为我开关河 尤语我过去的歌返 再让你话语藏于我心里 让软弱的手变鬼坚重 让软弱的手变鬼坚重 我当光强重新得力 在来你面前歌唱 求主引导我 求你引导我的生命 我愿若无你跨过 但你应许付着我 但你应许付着我保护我 在沙漠里你为我开关河 尤语我过去的歌返 再让你话语藏于我心里 让软弱的手变鬼坚重 我当光强重新得力 在来你面前歌唱 主要当我们歌唱的时候 代表我们满有喜乐 满有平安 就是你所赐给我们一切 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的应许是实在的 你说若果我们这有 如果我们愿意 如果我们按照你的意思 甘心乐意去信从你 我们就经历到你 所有真实的应许 圣经里面有超过 很多很多的应许 是我们很久 很多我们都没有经历到的 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相信 我们依靠 经历你一切 更加要成就 在地上有限的人生里面 成就你要使用我们成就的事情 感谢你 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命 阿们 今天有圣餐 今天 我来访问 主人在第一集 这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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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这个 我们在第一集 这集 这个 我们在第一集 比较 三集 我们经历 这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